苗栗通宵拱天宫廉假期间 来参拜白沙屯妈祖的人潮 把庙里庙外积的水泄不通 拱天宫周边道路狭小 人车一多就会出现 与火车争盗的惊悚画面 当当当 两侧栅栏已经放下 火车要来了 但还有两台车被困在平交道内 卡在铁轨上动弹不得 一家徒手拉高栅栏协助通过 两车是即使离开 但也有火车被逼挺延误 影响交通 人他自己火车来他会走 可是你车潮的时候就不一样 闪不掉真的 闪不掉啊 庙房估算从前阵子静香 到228人潮 庙里周边几乎每天都会涌进2万人 说真的比过年的人潮还要多 3月3日的晚上 就开午一时天 按照往年的话 那个人潮也特别的多 庙房提醒经过附近的平交道 千万不要贴太近 免得受困铁道 想拜骂祖保平安 却先发生意外 加彭这名 丽世新山景城 苗栗采访报道 老兄好看哦 就是一个 谢谢大家